有團體在深水埗舉辦反修例事件兩週年展覽 被食環署指控無牌經營公眾娛樂場所 團體本土青年意志 說多個食環署人員去到深水埗大南街的展覽地點 說負責人羅子維 懷疑無牌經營公眾娛樂場所 錄取警戒口供 食環署證實到場了解情況 調查和取證之後 向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的人 展開執法程序